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统治阶级更为关注这些预言 今天小编将给大家介绍三个在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预言 在这三个预言中有两个已经有了结果 但是剩下的一个至今还没有得到解释 预言一 楚虽三户 王秦碧楚可以说这则预言在中国古代史最为出名 这是当年秦始皇灭掉楚国之后 一个名叫楚南宫的老人说的 他认为当年楚国虽然被秦国灭掉 即使最后楚国只剩下三户 但是最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人 司马迁在《史记项语本记》中这样记载 夫秦灭六国 楚罪无罪 自怀王入秦不返 楚人连之至今 故楚南宫曰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也 楚南宫的这则预言最后成了事实 秦二事实天下各地皆干而起 最后灭掉秦国的还是楚人 二 王秦者胡也秦始皇三十二年 寻伪连 当时燕帝有一很有名的方氏卢生 受始皇之命 入海求先回来 碰到秦始皇 他向秦始皇帝献出一册 灵教路图书神秘的书 书上写道 王秦者胡也 当时秦始皇认为 北方的胡人是最大的威胁 于是 为了防患于魏人 当即就派出了大将蒙田 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横扫匈奴 先是夺取了被匈奴人攻占已久的河套地区 接着又下令修筑万里长城 以防备匈奴人的不断骚扰 可是秦始皇做梦都没想到 王秦者胡姐里面的胡指的是自己的小儿子胡汉 预言三 但汉者 当屠高也 但汉者 当屠高也出自西汉早期 目前公认出在春秋镇这部书 目前已经失传 在这部书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 汉家九百二十岁后 以蒙孙王 受以成效 但汉者 当屠高也 如果按照上面这句话的说法 那么汉朝建立后至少要延续九百二十年 最后由当屠高来取代他 虽然两汉两朝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四百零五年 但是汉朝没有灭亡时 这条预言依止他们心中的一个疙瘩 据说 当年汉武帝刘彻对这则预言也很看重 他在一次酒后跟群臣们说 汉有六七之恶 法应在寿命 宗室子孙谁当应辞者 六七四十二代汉者 当屠高也 那么带汉者 当屠高也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目前还是一个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